路易志完人 極歼寂寂靜之高 實實在在搞病 高在哪裡呢 高在哪 吉祥理想 这个地方关键那个字眼就是膏子 我们能不能看出它的膏 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看得起 我们没有往身处去看 身处去看才晓得人家真高明 本经世尊说不诸六成 目的在哪里 在断坛成吃 前面说过 叫你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这个六成 是为了断坛成吃的 金宗教你一切都执着 目的在哪里 也是断坛成吃的 这个高明啊 我们这个世间执着 特别是稀有的物质 物以稀为贵嘛 黄金 稀有啊 大家都宝贵得不得了啊 用黄金做成首饰啊 戴在身上啊 觉得很美啊 贪耳无业呢 起贪心嘛 起贪心啊 西方极乐世界呢 黄金为地啊 铺马路的啊 铺马路的东西 你把它挂在身上 有什么好看吗 西方世界用这个方法 来断你的贪心 教你说 这你不用贪 太多太多 一点都不稀奇了 还贪什么 我们这里宝石 那就更名贵了 更宝贵了 人家切宝 宝石做什么 建筑材料啊 盖房子用点 西方世界的物质 样样都太丰富 太丰富了 没人要 所以那边是 金银切宝的时候 就像泥土一样 泥沙 没人要啊 无论什么东西 都非常丰富 丰富满足 所以你在那个境界 什么样的贪的念头 起不来 贪的念头没有了 惩恨当然就断掉了 惩恨清楚了 贪不到才生惩恨 他看到了 他就欢喜了 他怎么会生惩恨 所以惩恨情也没有了 欲恨也没有了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用六成来叫你断贪嗔痴 佛在此地叫你立无欲六成 断贪嗔痴 你看目的不是一样吗 他那个真实高明 实在是非常高明 一切得起受用 而不起贪嗔痴 贪嗔痴们 所有一切 妄想分别之者 这一个修行环境 设访一切诸佛插图里面 没有吧 诸佛赞叹 阿弥陀佛光众极尊 佛众之王 把阿弥陀佛赞叹到了极处 这个才见到了 净土境界之高 高明在这里 我们这个世间人 真的是非常愚痴 对于四世的真相 完全不了解 患得患失 没有得到的 天天在大妄想 在追求 在等待 得到的时候 又怕丢掉 那个心 真是操得操老辣 患得患失 实际呢 一样也没得到 一场空而已啊 确确实实 一样都得不到 不要说是 我们人生短暂 几十年呢 这几十年当中 我得到了 那时你的妄想 其实就是宝石 戴在你手指上 也没得到 那你就是个聪明人了 你真的觉悟了 为什么呢 神都得不到 何况 神无碍之无呢 这现在 科学发达 人人都晓得 诸位 从进到这个讲堂 这两个小时 你离开的时候 你离开的时候 绝对不是你进来时候 那个你 不一样 你还以为 进来是这个身体 出去还是这个身体 你迷惑颠倒啊 没搞清楚啊 进来我出去的时候 里头不晓得多少变化了 细胞 新陈代谢 患了好多了 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说明 你这个身都不可得 何况身外之 这个是真正了解 一切法不可得 这佛给我们说的是 正话了 因为一切法不可得 才教给你 不要贪注 不要分别 不要自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